开心吗 开心吗 看看各位给你带来的竹蜻蜓 看看这个 一 二 三 小蝉帽 你看看 是不是躺着多了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躺着多了 开不开心 开心 小蝉 好冷啊 好冷啊 狐妖 放我出去 我要见父亲 放我出去啊 我要见父亲 放我出去 哥哥 放我出去 我要见父亲 我要见父亲 哥哥 你怎么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要见父亲 温葡萄 你没事吧 玉大人 没事 你们都没事吧 没事 大哥 追不追 追 追 怎么感觉总是差一点儿啊 不对劲 这个人有问题 他速度不快 却跟我们始终保持着距离 他为什么不逃走 我们被耍了 我去追 别追了 这里面有问题 玉大人 可能我们已经中计了 中计 你 你是说狐妖 也是幻象 不好 快回虎仙庙 走 红桐 收了幻虫吧 好 走 走 既然是为主上做事 还是要小心谨慎 现如今 狐妖一事 已被刑律司发现 那十二宫浮云堂 便不能再用 现在已到紧要时刻 日后 希望二位 不要再有今日之事 刘大人 十二宫各有所长 这红桐乃是浮云老祖的嫡传 今日错不在红桐 而在你们招惹了刑律司 行了 你抱怨告了没啊 主上 事已办妥 起驾回府 走吧 红桐 我对你另有安排 详细 我对你了 送你了 我先送你了 你送你了 我送你了 我送你了 是我送你啊 我送你了 送你了 你送你了 自己找你了 我送你了 我送你了 回家 我送你了 的 虽然心脏被掏出 但真正的死因 是脖子上的刀绳 一刀封后 玉大人 村长带刀 这 这是胡家两兄弟啊 启禀大人 这胡家两兄弟 已经外出武功有半年之久 从来没有回过村子呀 半年未归 这江湖幻术可真有意思 凶手借助胡妖之名 伤害胡家两兄弟 难道死者身上 有着凶手不想告人的秘密 我们只要从胡家入手 便能找到真相 巡阳 查案不能凭想象 这样推理出来的东西 和想象无异 将查案放在死者身上 风险太大 无论胡妖是不是幻想 这个杀人现场 一定存在着 杀人者和幻想制造者 有关的线索 玉大人 你这是在被凶手牵着鼻子走 凶手能做出 如此逼真的胡妖幻想 难道凶手在这之前 就不能做好准备 隐藏自己的踪迹吗 既然是这样 玉大人 那要不 我们兵分两路 我跟沈爻去查胡家 你留在这儿查胡妖怎么样 既然如此 你们多加小心 是 玉大人 我去保护万捕头 去吧 是 万捕头怎么不跟玉大人一起办案了 难道是被案发现场的血迹和尸体 给吓到了吗 我是怕你记忆不经 到时候一无所获言无案情 所以我才来帮你的 你倒好 小人之心 那是在下误会了 那在下就多谢万捕头的好意咯 心脏是被人用力气挖出来的 伤口凌乱 手臂僵硬有失半 至少死了有两个时辰 把他翻过来 手掌有后继 表明生前长期使用某种工具 拇指果都开灵 应该是被某种体积砸伤 死者或是工匠矿工一类的职名 如果刚死不久 脸色不会如此草闷 没有受过惊吓 说明死的时候没有知觉 要么是中毒 要么是在睡眠中被杀 然后运到这里掏出心脏 装成狐妖杀人的样子 狐妖幻想 不仅仅是调虎离山之气 凶手费这么大周长 到底是为何 这就是胡家啊 不像有人住过的样子啊 哼哼哼 你们如今 会有 проф封量 能这么多 你居然是一般 有点好 有点好 对 有点好 不够 是 原来如此 温捕头发现什么了 从进门起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可是 我一直说不上来 不过现在我敢肯定 这个屋子底下 一定有密室 温捕头为什么突然这样说 这屋子四面不通风 而且顶上也有这么大一个洞 照理说 屋内的水气蒸发的 要比外面更慢 可是 外面这么多水 屋内却只有这么点水渍 又没有排水措施 所以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积水下渗了 如果屋子下面 没有地窖或者密室的话 积水也不会下沉得如此之快 嗯 问不都不错嘛 进步很大呀 我听见你夸我 我怎么这么高兴 啊 哼 那我也可以继续说你啊 好了好了 你快去外面找一找 还有没有什么入口 在自己屋子下面见这么大密室 入口设在外面 不合情理 怎么就没有灶台呢 你怎么还在想灶台的事情 也不行 房顶丝毫未死 若真是狐妖作字 如此值大的狐妖 房顶之上应当留有痕迹散事 果然是有人招生的估计 这分明就是协议 而非是我叫兰棋 十六 喂 你在找什么 你在回屋找找 十六跟我出去 喂 你们去干吗 小心尸体 再将屋内仔细勘验一遍 是 大人 这段时间 村子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 哪还有什么村民呢 至少一年没有人前来口门 这扑团怎么会如此干净 声音这么苦 地下一定有迷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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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大哥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五岁你就让我干这个 十年了 你还让我干这个 行行行 行了 最后一次 你们去哪儿了 我们想到办法了 十六 你和万捕头回到院子里待着 小冬瓜和我留在这儿 万捕头啊 你跟我来 你跟我来 跟我什么呀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字画抖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aesthetic